我必须说我今天拿到的这个东西 会有几个人有呢 会有几个人有 你想 就是这些当事人嘛 就是这些被告嘛 就什么王中伟啊 然后这些酒店的人 他们手上可能会有嘛 因为他们的律师可以去跟法院申请嘛 再来什么呢 在法院 法院里面会有这些卷宗跟资料 再来还有什么呢 再来还有就是 检察官会有 承办的检察官会有 我们的政府会有 国家机器会有 我相信国安单位也能够拿得到 所以今天在此时此刻 陈宗彦他做了这么久的 他做了这么久的发言人 他做了这么久的大官 十年前的东西到现在 为什么这时候被爆出来 理由我相信我个人认为非常简单 你敢动皇城国 我就敢动你陈宗彦 你动我的皇城国 我动你的陈宗彦啊 皇城国是蔡英文 是英系的大将的心腹 也是这种道上江湖兄弟同路人 你敢动你敢动皇城国 什么皇城国条款 你以为我们皇城国 你以为我们这个 这个英系是吃素的吗 我相信他们 我自己个人的判断就是因为 皇城国条款导致赖清德 引火上升 所以现在是赖清德 他好不容易想要做一点点正确的事情 可是民进党的整个脏水是完全往他身上泼 而且泼的还是真的 直接碰到他的子弟兵 陈宗彦之余赖清德可能是比林郡县还要更重要的子弟兵 陈宗彦弄完了下一个人是谁 我跟你讲下一个倒霉可能就是林郡县 他自己心里一定也要输 好这个事情呢 我在2月18号的10点才会跟大家讲 赖清德是怎么想这些事情的 赖清德他认为他手上被掌握的内容还有哪一些 然后都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取得跟爆料 所以赖清德你身边的人已经很少了 你看监委与他们三个 不算是赖清德的嫡系 可是跟赖清德还算关系不错 是被民进党如何斗争 再来波及有爆料的一个是什么 波及有爆料的是说 有一个所谓的办公室主任还什么的被搜索了 再来呢 陈宗彦竟然也挂了 再来下一个是谁 我其实跟林郡县委员很好 所以我也希望他一切都平安 可是我明天10点会讲 我不是说他做了什么犯法的事情 我现在没有在指控林郡县有做犯法的事情 但是我要讲的是 国家机器到底掌握了赖清德什么赖清德 让他觉得非常的忧心 所以陈宗彦以及赖清德 以及整个民进党政府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只是 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只是辞职就没事了 为什么陈宗彦会这么快就辞职 因为他们看过这个资料之后 不可能护嘛 这怎么护 这个白子黑子的东西 这个要怎么护 你没有办法护的 你只能走了 可是问题是 问题是走了以后 对谁的伤害是很大的 大家想想这个问题 我认为对赖清德的伤害是很大 2月18号晚上10点到11点半的直播 我们就会讲整个民进党的内部情况 我所掌握的 跟赖清德的现在的恐惧 跟他遇到的问题 以及对这件事情的评论部分